现在来讲这个今天的主题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讲故事 我要讲八个故事 那这个故事都是这个非杜传 都是真实的故事 那这些故事呢 有一些是感觉好像是命运捉弄 有一些好像感觉是这个无脑的决定 那你决定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形 这些都是大学申请之中 发生过的真实的悲惨的这个故事 首先呢因为这个故事比较悲惨 那比较负面 所以我想先分享一个比较正面的故事 因为这也是刚才我吃饭的时候才想到的故事 因为我刚才吃饭的时候 我小孩就拿那个番茄酱 那我是不吃番茄酱 我很怕番茄酱 那我的小孩知道我很怕番茄酱 那他不知道我为什么怕番茄酱 所以我就讲这故事 这很感人 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呢 大概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班上的同学 他爸爸跟妈妈是离婚的 他妈妈是住美国的 然后他就常常飞美国 暑假都飞美国 然后他飞美国 他就会坐飞机嘛 当然 然后他就跟我们说 我跟你们说 那个飞机 你只要开那个窗户 就会摸到云 那个云很好摸 软软的又白白的 很舒服 那我是小孩子 我又不懂啊 我又没坐过飞机 我就觉得说哇 然后我回家就跟我爸说 我都没有摸过云 然后我爸爸也没有讲什么话 我爸爸就过了几天 有一天早上就说 今天不要去上学 今天爸爸带你去坐飞机 然后呢 那时候我是小时候在台湾 他就带我坐飞机到澎湖 一天就是一天 就是为了坐飞机 然后后来我们去机场的时候呢 我就他就给我等飞机 又给我叫那个薯条 我就吃了薯条 我就沾了番茄酱 就一直沾 就每一根都沾 后来一上飞机 就开始反胃 第一次坐飞机嘛 然后就吐 然后就从此以后 我就很怕番茄酱的味道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不敢吃番茄酱的故事 可是这个故事的重点 不是我不敢吃番茄酱 这个故事的重点是 我觉得我爸他 真的很有智慧 就是说他不会硬跟我讲说 你傻坐飞机怎么可能摸到云 他就是真的带我去坐飞机 所以我就自己知道说 坐飞机不会摸到云 所以这个呢 我觉得是一个重点 那当然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说父母对子女的爱 真的就是 就是怎么讲 世界上最大的爱 所以这个就是非常温暖的故事 那现在要来讲非常恐怖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 这些都是真实的 就是呢 申请到一半呢 需要这个推荐信 我们都知道 然后高中顾问跟老师 忽然离职 所以推荐信没人写 然后找别的老师 别老师也不给写 然后顾问 就是这个顾问的部分呢 其实是有一个学区 在这个洛杉矶 就是前几年 他们整批的顾问 都被学校fire掉 因为有一些问题 所以那一年 他们整批的高中生 是没有办法申请私立学校 因为没有推荐信 所以这个呢 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事件 好 那这个呢 其实是有一点不幸 怎么讲 bad luck 就倒霉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呢 也是告诉你说 其实你的推荐信 你要盯紧一点 而且甚至你可能要有备案 如果说这个老师不给你写 你是不是有 马上可以找到另外一个老师 好 那第二个故事呢 也是真实的 就是呢 有一个学生呢 这当然不是我们的学生 他就是在申请这个论文上呢 就是讲这个911事件 然后呢 当然他就批评了回教 然后真的他的这个审核源呢 就是这个回教徒 而且是很虔诚的 所以这个部分就真的是非常的这个不巧 也是当然结果就不好 所以这个真的 就是说你在写申请论文的时候 尽量不要牵扯到这种什么宗教的仇恨 或者是种族的仇恨 就是仇恨任何一种人都不适合 所以这真的要很注意 最好不要去碰这个点 好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不幸的故事 再来呢 这个是我们的学生 好 这个是一个真的讲不听的学生 就是一直 那个时候SAT还是一定要的时候 不可以没有SAT考试的时候 叫他早一点去考 他不肯 好 那我们都知道 当然就是说 理论上来说 12月是最后一次考试的机会 可是很多学校12月 他不收 好 比较少 但是有 好 但是这个学生他都有这个本事 他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 拖到12月 然后他去考试 然后他那一天肠胃很不舒服 所以他一直不停的跑厕所 所以当然他考的结果就不好啊 所以这个你觉得是不好的决定还是倒霉呢 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问题啊 你真的不要等到12月才去考这个试嘛 对不对 因为当然有可能你那一天身体不舒服 这是绝对有可能的 好 再来呢 说到这个拖延症呢 就是这个申请的这个系统 像加州大学系统常常都当机 那最后一天就是这个系统当机 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 这个我给你们看的图案是这个 去年他又当机了但是他有把他延就是延长几天到12月4号 接着日期你看他是11月29号当机的所以是这个延长到12月4号但是之前曾经有过这种当机可是没有延长的因为这几年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嘛所以有这种延长的这种就是等于是说批准可是现在如果说在� 他继续有这种当机的情形他会不会再把它延长我们不知道所以你为什么要堵这种东西呢 所以真的我们都是希望你至少至少25号之前20号之前一定要把东西送出去好真的不要拖到最后真的是会有问题的好再来呢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学生 他是非常优秀的然后呢他是进了加州理工学院然后12年级呢就得了这个我们叫做12年级症候群就开始棍好跟他讲也讲不听 结果呢他的数学老师给了他一个69.5好致命的D所以他当时是被加州理工给这个取消录取那他去找他的老师叫救命他的老师说maybe you are not ready for Caltech 就是你可能没有就是说准备好去读加州理工所以这个孩子是后来被撤销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因为你12年级得到不好的成绩 你那时候也来不及去申请别的学校如果你被撤销或者是接受别的学校的录取因为你已经错过了那个日期了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我都讲这件事情叫做多么痛的领悟好有一首歌是多么痛的领悟真的是非常痛的领悟好 再来这个故事呢其实这个是我儿子的同学他们那一批还蛮有名的就是在那个哈佛的录取啊在那个那时候还蛮大的这个事情就是在社群媒体上面像Facebook啊像这个很多的这个社交媒体上面就是讲了一些他他们当时是讲了种族歧视的话了可能就是同学之间的这个聊天就是开玩笑 可是这个呢就是说呢其实多半这种都是被同学举发 所以后来呢他们的哈佛录取是被取消了所以真的我跟你们讲你们要跟小孩子讲不要那么傻 因为通常这都是被同学举发的所以真的是不要这样子好这种事情我还听过蛮多的好 再来呢这个我也听过很多就是现在有很多个体顾顾问嘛好那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就是说入门也不是那么困难 基本上一只手机也可以在Starbuck见学生是不是那尤其是现在是这个很多都是这个线上服务嘛 可是呢每一年几乎都有这个个体户的顾问人间消失然后学生跑来找我们帮忙的 每一年几乎都有那个体户顾问为什么会消失车祸啊离婚啊生病啊忧郁症啊各式问题 那问题是他消失你就找不到他那像如果如果我们的顾问发生什么事情 当然我们的office都在你随时可以找到我们我们可以帮你找另外一个顾问赶快想办法把这个整个东西继续做 可是个体户顾问就真的有那个完全人间消失真的怎么样也找不到的 所以我真的要跟你们讲这件事情不是不会发生真的已经发生很多次了 好再来呢这个呢是一个去年跟前年都有发生的事情 就是某一个国家好那个疫情之后就是很多的这个教育机构都倒了嘛 好那这个教育机构的这个顾问或者工作人员呢他们没有拿到薪水就很生气 很生气呢他们之前带的学生他们有很多通话记录啊 那有帮忙作弊的啦帮忙带考的啦帮忙带写的啦这些都有记录嘛 他们就全部一锅端的寄给那些大学因为那些学生申请哪些大学当然他们都有记录嘛 所以呢这个就变成是说呢他们有证据去举发这些学生 然后后来呢这些学生呢就被这些大学给踢出来甚至有那个已经毕业的也被这个取消这个文凭好 你学费找了当然也不退给你好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呃我要提醒大家的 因为如果说你有这种代写或者是呃代考或者作弊都会有记录那这个你一辈子都要担心说你会不会被呃就是揭发 所以这个就真的是不可以呃怎么讲当作是一件小事很多家长想的很简单 我跟你们讲尤其是这种作弊齁真的是因为现在人家为什么这个呃 公文 application 上面要求学生要写说不可以呃用假的东西而且所有的材料要是原创 而且还用那个AI去检查说有没有用AI写essay好就是那个用呃就是他AI作品的这种软件去查 因为就是他们也不傻其实这种作弊这种东西好如果你是第一个作弊的可能你不会被抓 如果你是第100个或第1000个这个一定会被抓 啊所以这个呢像最近就是有一个国家的这个学生好他们的这个PTE就是英文的考试呃 因为就是作弊很严重大量作弊所以呢就被大量取消他们的这个入学许可被撤回 然后大批的学生这是去澳洲了好澳洲说实在是谁想去谁去好我是不会我是觉得不用去好但是谁想去谁去好 但是现在呢就是说这些学生被取消入学许可然后他们就说啊好离谱好坏这些学生好坏 说实在你作弊你还说人家坏有没有搞错啊所以这个真的就是我跟你讲真的不要怪别人好这个东西就是你的问题 所以我刚刚讲了那么多呢有一些真的就是属于这个真的是命运捉弄有一些真的就是你自己的决定是呃错误的所以呢无论如何呢 如果你加入我们HS2呢我们都会给你最好的指点所以你会避开这些事情因为我们会告诉你这样不可以哦然后我们会帮你就是说呃非常稳健的走过每一个每一关好因为我们在这个呃这个业界已经超过二十几年的基基基础我们已经做了十几万份的申请表所以呢我们公司在这个业界呢 从2002年开始呢致力于民校申请的相关辅导哈不管是申请啊或者是呃课业的补习啊标准化测试的补习啊或者这个能力测试百分之九九准确性的能力测试 还是义工服务还是一些民校的这个合作我们都有非常多的项目那么呢我们在过去的这个二十多年中我们已经做了十超过十二万份以上的资料然后我们可以帮助学生增加二到四倍的录取机会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公司非常大的实力 而且呢其实呢其实大学申请现在越来越竞争那当然大学希望看到的是最好的你所以在呃就是说专业的这个呃顾问协助下其实是可以不作弊的方式做到这个资料的优化好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重要那现在呢我们有一个套餐在我们的这个官网上面你可以去呃就是说加入就是申请无所大学呢呃从头到尾 从启动申请到验收结果到助学金申请全部我们都帮你好那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特参那我觉得今年的学生真的特别需要帮忙因为今年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改革嘛所以很多的学校他加了很多的这个申请自赚的这个要写的像有些加五个有些加三个所以这样加加来真的学生要写的东西是很多很多的但是呢学生有没有可能用AI写呢用 人工智能写当然有可能所以这个呢我们一定会用这个呃侦测的网站去一篇一篇检查那你如果说小孩子自己做他会不会用AI写当然有可能那他会不会让你检测应该不会那你跟他讲他听不听他恐怕是不听所以这个真的就是一个问题所以我真的奉劝大家好千万要重视这个今年的申请真的是特别的这个麻烦好那 那当然啦除了就是说协助学生进好大学的这个辅导升学规划之外呢我们跟很多的大学都有官方合作不是私人项目是官方合作那最新的这个GMU就是乔治梅生大学的这个就是数据科学秋季线上实习呢我偷偷告诉大家因为我们跟乔治梅生说现在学生很忙都开学了可不可以这个功课不要那么多 然后就是说尽量的让他们负担少一点可以通过这个实习他们说他们了解所以这个真的是你只要去乖乖的去然后基本上都可以拿到最后的证数然后可以就是说最后得到这个credit 而且我真的对你们很好我又跟曹治梅生说现在是秋季班家长可能不会愿意付太多的学费在这个课外活动上可不可以便宜一点所以他们就给了我们的学生500块的折扣这个是只有我们的学生才有所以这真的是非常又优质又便宜的项目 而且最后最主要这个项目最后的学术论文会登在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学术杂志上面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因为你申请大学的时候你这些就是已经发表的论文如果可以寄给大学看其实是真的非常好的所以这个呢是乔治梅生的项目千万不要错过我还帮你们争取500块的优惠我现在有点像在那个直播带货 其实也差不多啦但是我给你们的都是好东西那另外呢这个是我们自己的一个项目是跟毕之头药厂资深研究员合作的这项目这已经是第三期了前面的两期学生都非常非常的满意而且这个呢真的是职业训练所以这个你将来一辈子都可以放在你的履历上面就是你会这个东西因为他所研究的是美国所有的药厂用的这个 就是database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像刚刚那个项目跟这个项目都是一样它是就是data science或者是你要学这个理工科或者学数学或者学bio这个如果你要学bio是非常好的一个项目好这些都是可以相关的那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优质的项目我很多学生都说上了这个之后才知道说为什么要学那个化学所以这个真的很好然后呢 我们自己当然有非常好的网课好跟这个SAT ACT的评分课如果说你需要把你的GPA拉高那我们最好的就是那个Homework Club每天伺候你做功课好所以我觉得这个都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那也欢迎大家就是跟随我们的YouTube好我现在已经差不多快要4万人了 那我最近上了一些影片是有关于这个助学金申请的规划有这个年收入10万以下的家庭10万到20万的家庭还有20万以上的家庭好分别就是讲说怎么规划你的这个就是申请助学金的这个这个profile 所以这个都是非常怎么讲有价值的资料所以呢谢谢你们你们可以去看我们的YouTube欢迎点赞但是不要抬抗好吗如果你不同意就请你转弯好吗谢谢也有一些同业的去我那边踩我或者我就不明白因为像我自己是不去看同业的影片因为我也没时间那我觉得你干嘛踩我呢对不对 我也没踩你啊所以这个真的我也不明白了好那我们呢有提供一对一的免费的这个评估大学申请状况如果说你想要就是说了解你小孩子现在的状况因为你小孩子都不跟你说你也搞不清楚那你就可以来找我们然后呢我们可以有个免费的评估也不会不许你报名放心好那如果说有这个需求都可以联络我们的总校张主任可以打电话 或者扫这个微信的吗